44岁夜孕姨老公频繁出轨,一句话让她决意离婚。十年后尽照曝光,才知道林志颖为何离开她。 有人说天生长得可爱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好运,吸引很多人的疼爱。 下面要说的这位女神便是可爱戒得太陡,叶玉仪。 上天赋予了她一张萝莉的面孔和一副美丽的身材,曾获得九十年代最可爱女孩的称号,在当时引誉女文名,是扎娱乐圈。 很少有人知道她跟林志颖还有一段情。 叶玉仪十三岁精星探发掘入行,十四岁时拍摄了维他奶广告爆红,之后演艺事业就跟做了火箭一般蹭蹭往上涨,一路高飞。 飞科班出生的她,专辑销量很甩无数实力唱江,被媒体大众戏称,气哭许多职业歌星。 龙龙、梅艳芳、王祖贤、张学柳、刘德华、刘嘉玲、周星驰、郭富城、袁彪等无数影坛巨星也是多次合作,千年老妖、奇迹、九十一神雕侠侣、豪门夜宴等多部影视作品中都有她精彩的出演。 更曾因多次与林志颖合作,而传出绯闻,虽然当时彼时都曾承认互有好感,但随着合作结束分开后,无疾而终。 在22岁时,叶玉仪突然宣布吸引嫁人,南方是有著玩具大王之称的香港富商陈百浩,婚后欲有一子一女。 可惜,好景不长,大王子还未出生陈百浩就多次出轨,更是在小女儿出生不满一月就以感情破裂提出了离婚,在外界大众媒体质问她感情破裂为何还会让叶玉仪两次怀孕生子时,表示这只是个意外。 2000年1月,两人正式离婚,叶玉仪带着一双儿女几乎净身出户。 离婚不久,陈百浩就与新婚Carrie删婚,之后宣布破产,不仅一直拖欠抚养费和法院判定的补偿费,更是在业运以武力支付小女儿住院费向其求助时,残忍拒绝,还留下一句,破产了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。 为了抚养两个孩子,叶玉仪重新复出,从各色配学,到化名兼职寿楼小姐,时装电文职,教人做纸粘土等等,只要能赚钱,她统统都接,但收入始终吃紧。 或许是因为坐驾飞人让她备受打击,亦或许是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小孩,太过于艰辛,曾被粉丝观以永远19岁的她早已没了早年青春玉女的形象,发福不说,更是华发早生。 同时七七名的周慧民比她还大了六岁,却仍是美如少女,更不用说不老童颜的绯闻男友林志颖了,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人正是对叶玉仪过去的写照,希望在将来能重新找到属于她的幸福,加油。 参考来源